近日,据媒体报道,美国方向先印度军队交付了四架ZH-47F支弩杆直升机,这使得引渡方面十分满意。 支弩杆运输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运输直升机之一,虽然是一款在上世纪50年代研发的直升机,但是在美国人的不断改进下,仍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。 实际上,在上世纪80年代,中国方面也差点引进了这款直升机。 当时正注重美命约期,西方国家可以说是对中国敞开了怀抱,但是限于经费不足,中国只能够对西方的一些先进武器进行选择新购买,而直奴杆,就是其中一款与中国擦肩而过的直升机。 根据后来的资料来看,中国方面是打算以迷路直升机波音-234的名义,来引进支弩杆的,美国人甚至连涂装都准备好了,可惜最终没有能够达成交易。 支弩杆是一款非常出色的直升机,它除了能够运输人员物之外,还可以救援一些轻型直升机,或者是调运一些车辆和火炮。 此外,支弩杆自己也具有一定的作战能力,可以有效打击敌方步兵。 对于印度人来说,引进支弩杆,无疑会到大提高,他们在后勤保障方面的能力,要军队的作战能力,更上一层楼。 但是,印度人引进支弩杆后,必须要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,那就是如何做好支弩杆这架飞机自己的后勤。 印度在摔飞机这件事,可以说是摔到了世界有名的程度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无法对飞机进行有效的维护的保养。 如果无法做好对支弩杆的保养,那么可以说,很快就会出现,昧死印度直升机坠毁的新闻,而想用它来确保军队后勤这件事也会落空。 印度人一直在准备两场战争,一场和巴基斯坦,一场和中国。 在印8分之的时候,由于英国人故意使坏,使得独立后的两国矛盾不断,一直延续至今,比如说,赫什米尔地区至今仍有硝烟。 而在和中国的交往中,由于印度出于自身安全的考量,一直希望能够和中国也领化缓冲区,直接导致双方在领土问题上,有了无法拟合的矛盾。 可是,印度准备战争是准备战争,能不能打赢战争,则是另一回事。 以军队装备来说,印度军队所使用的长期废弃成为万国牌,能够独立自主保障的武器数量非常之少。 换言之,如果在战时外国中断对印度的军火供应,印度军队的作战能力将会下降得非常迅速,这非常不利于他们做到打赢战争这件事。 而反观他们的对手,巴基斯坦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,得到了来自美国、中国、沙特和土耳其等国的支持,而且短期内这种支持不会停止。 而中国更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国家之一,其军队基本实现了完全自主化,武器装备可以由自己全部供应,这是印度无法比拟的优势。 换言之,如果印度军方坚持到不如买,不改变战略方向,那么,他们所准备的两场战争,会非常难以取得胜利。 换言之,如果印度军方坚持到不如买,不改变战争,不改变战争,不改变战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